好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是行事运事情 但是这个行事运事情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以上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孩子 他从小如今如到我小毕业上了我中之后 除了一方面他自己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 他好像没有看出他自己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 甚至于也许在学习当中 他就觉得你是需要不浪费 你是需要不浪费 他也有一点点贫累了有点念法了 所以他会觉得说到了国中阶段 比较多的孩子不太愿意到我中发来介绍一下 那为什么这个其实也不应了 而我们的心理学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自我思考的能力 抽象的能力已经成熟 慢慢在成熟当中 他们会慢慢的不靠理解 不靠记忆 会慢慢会靠理解的这个能力去 去学习去自我进修 所以他的学习模式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在我们的办公里面 我们有推解经班 就是这个原因 我觉得这个解经班 其实是一个还蛮棒的 另外一种如今的方式 透过理解透过一些经典的故事 或者是解说 当孩子知道说 原来就是 即使是几千年前的一些文化经典 到现在都还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 这个认知理论 它其实有三分比较大的 二点就是 第一个 这个时期 刚才讲的四个时期 它是最压力去建计的 绝对不会说 哪一个先发展哪一个后发展 一定是这样子来的 但至于 他的顺序 他的发展的过程 会因人而异 就像有些孩子 他们发展的不少快 有些孩子 也许到了五岁才会想逛 所以他的特别差异就很大 但是他的顺序觉得很改变 而且是连续下来的 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性 那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讲的那个比亚姐先生 那 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理论就是 所谓的肌膜 我没有秀在音笔上面 肌是基础的肌 膜是模范的膜 如果 谢谢有兴趣 也可以上我Google一下 这个肌膜的 模式就是 它一直指的是 各体运用与生俱来的 基本行为的模式 就是来了解周围的世界的一个任性结构 我们听他叫做肌膜 那这个肌膜的用白话一点讲就是 它会用它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学习 而且它是用网络式的方式 就是那种分散似的 它不会是直接音笔线 它会用各种方式去学习 那 学习完了之后 它会存在我们的 长期记忆里面 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 长期记忆里面有一个长期记忆里面 那这个部分 学习 你用清楚的方式去学的时候 它会用图存在长期记忆的方式 可以做什么 可以在日后 需要的时候 方便所提取的动作 这个概念就有一点像 我们现在的电脑 有些东西 你如果资料先把它贴进去 之后 你要找的时候 你只要点关键字 都 entery 出来 资料就出来了 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文经 就是有 每一种之处 我们现在小时候 大量的去换出一些讯息 换出一些经典出示 在你的脑袋里面 等到长大的时候 你要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贴出来了 这个是比尔吉的一个理论 那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的那个系列家 他们研究之后 它也证实 人类在初期的时候 其实它是用直觉版 跟记忆的方式 这有一个字拿错的 那个是方式 也是方式 然后用语言建筑 这个购物 也拿错了 多大字 刚才没有交到 没有交到 多大字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人类 大部分都是用直觉 最反复跟记忆的方式去学 而且一开始一定是用语言 语言这个区块去做学习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投遇发展 语言发展 比较慢的孩子 他在各方面的学习 都会落后其他的孩子 这个是目前心理学家 他们做出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可以述印到我们的 那个经理教育就是 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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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经典语咒 让孩子多接触 多的音音 多出席 然后让他们能够 持续背诵 把他深刻的记忆下来 之后 能够终成不忘 那这个部分就是 之后继续 有一个方便 那这里有一个图 这个是他们脑神经学家 他们有做出来的一个成果 他说 儿童在语心跟背心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在念的过程 就有点像在 很像幼儿 幼儿 幼儿子女的小朋友在语 那个 那个叫做 念唱 同样的念唱 一开始都是比较有韵味的 那你在念唱的过程当中 眼睛厚过 视觉 看书 嘴巴念的话 眼睛看嘴巴念 这个过程当中 刺激我们的幼儿 那幼儿的部分 刺激完之后 你的看过的字 眼睛看过的字 必须要靠你的左脑 来做记忆 所以我们的左右脑 同时 都没有到 那左右脑同时 多风的一个过程当中 心理学家研究出来 同时运作的过程 那个功率 是学习力可以提升 力而退到 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些老师是我们 在我们这些学习班里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孩子 他如果是在 上六四元之前 就来提醒了 很多 他根本的任性 不一定不怕 但是他认得了很多国字 那有些老师会说 为什么呢 那有些老师会说 我们就看到孩子 这些 对于他们都没学过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任何 就是在改静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在 上六四班的时候 都会教孩子 左手压 右手指 对不对 我们在指的过程当中 孩子就是靠那个指的过程 然后百分之间 百分之间 他已经把它当成一个主项 记在他的脑袋里面了 所以他看他的格子 然后他太常常看 太常常看 尤其是什么 约神约神约神约母 很多次他会重复出现 那孩子在无形当中 他就会认得这个字 他肤立要靠近乎好 才可以认得这些字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整个大脑 一个是靠 右脑 一个是靠声音 背诵 一个是靠眼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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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左脑 这样子 这个过程当中 孩子的表现 因为越来越棒 而且会超过我们的理智 好 那下面一个是 这个刚才 嘉曼老师也有分享 他那一张 比过这一张更清楚 这个就是在讲 我们的理解力 跟发展力 跟那个记忆力 在13岁以前,其实记忆力是最强的,所以要保护这种新型。 那13岁以后,他强调的是理解力。 所以这个理解力,经过训练以后,它其实还会更棒。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强调,如今越强越好? 就是这个原理。 那最后一个就是,彭斯林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家。 他说,凡人有记性跟悟性。 记就是记忆力,悟就是解力。 自15岁以前,悟欲未养知语,知识未开,多记性少悟性。 就是福音刚才前面讲的,13岁之前,他的记性比较好。 那13岁以后,理解力比较好。 15岁之后,知识均开,欲既然则多悟性少悟性。 不凡所当古书,皆当自15岁前使之首语。 中心的学者,这样子看起来,其实说福音我们现在在提的。 从13岁之前,17岁最好的。 这样子看起来,大量的努力。 会让孩子的这个努力的形象,会越来越快。 好,那我们的分享值得今天,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好,我们的摄影师,摄影师很蛮昂。 来。 因为我地帮里面有是, 因为要看到很多摄影师呢,我们就接下来, 露见爸爸来,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在摄影拍照的会,谢谢我们。 各位感受欢迎。 科技前各位主办